全球对抗新冠疫情进入下半场 随着越来越多疫苗问世 为了加速接种脚步 及早解封 各国政府纷纷出奇招 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美国许多州政府都举办抽奖活动 大奖不仅有巨额现金 还有旅游行程 奖学金 以及钓鱼执照等优惠 泰国有村庄每个月抽出一位幸运儿 可以得到一头牛 作为接种完疫苗的奖励 菲律宾的大奖甚至是一栋房子 另外接种疫苗 还有机会找到另一半 美国的交友网站跟香港的婚友社 也推出许多优惠 让接种完疫苗的单身男女 增加配对几率 会台上餐盒叠得高高的 这间在美国纽约 颇复盛名的起司蛋糕餐厅 正在免费赠送起司蛋糕 这到底是什么佛心店家 原来店家为了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及早解封 推出打疫苗送起司蛋糕活动 不过这点好康算不了什么 接种疫苗还能抽奖 二亥二州一位女孩竟然抽中了州政府 将近三千万台币的乐透大奖 加州州长纽森更是大放送 超过四千万台币的乐透大奖 多达十位幸运儿能够抽中 接种一剂疫苗不仅不用钱 还能拿到将近台币一千五百元 美国目前已有一半以上人口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接种完两剂的则有百分之四十 距离群体免疫的七成门槛 还有一段距离 于是拜登政府鼓励地方 推出接种疫苗的奖励措施 各州政府竞相大放送 有如一场疫苗接种比赛 根据美国CDC统计 每日接种疫苗人数 确实有增加趋势 各州各出奇招 纷纷推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优惠 打疫苗抽现金不稀奇 纽约十二到十七岁青少年 打疫苗还可以抽纽约市立 跟州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夏天快到了 纽约也推出疫苗接种行动专车 到海滩注点 钓鱼打猎盛行的明尼苏达州 则是赠送免费钓鱼执照 顺便促进观光 不过美国打疫苗抽中的奖品 还比不上泰国跟菲律宾新奇 泰国青麦府梅增线 从六月起每周送出一头牛 给一位幸运儿 民众趋之若鹜 预约施打人数短短几天内 暴增到上千人 至于菲律宾的拉斯皮纳斯市 从七月起举办抽奖活动 不只有机车等大奖可以抽 连房子都可以送 接种疫苗还有机会脱单 白宫跟郊游网站合作 推出疫苗接种徽章 并让完成接种的单身男女 享有付费会员权限 提升配对几率 无独有偶 香港民间婚友社 也提供婚姻配对套票 给接种完疫苗的单身男女 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却认为 疫苗接种奖励措施 不该由政府提出 林郑月娥认为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民众接种 譬如让公务员放疫苗价 而非提供经济诱因 不过香港疫苗接种进度缓慢 已经打了三个多月 完全接种人口还不到两成 民众对施打疫苗兴趣缺缺 使得上百万剂疫苗面临报废危机 这首旋律洗脑的广告歌曲 是新加坡政府请来知名喜剧演员 格米欣推出的疫苗广告 新加坡疫苗接种进度 目前位居世界前断斑 仍然期望借由名人效应 催出更多人施打疫苗 英国政府也请来传奇歌手 爱尔顿强跟资深演员 米高肯恩拍广告叫大家打疫苗 我的名字是Elton John 美丽的咖啡 疫苗是终结疫情的唯一解方 各国政府绞尽脑汁 鼓励民众施打 早日迎来解封的一天